养过狗的朋友都知道 狗子在吃饭的时候都会眼巴巴可怜兮兮的看着你 等着混一口吃的 但是今天这只狗子 它不是来砸场子的吧 就是这只叫马蜀的狗狗 其实平时在家 它还是很温顺的 和主人的关系也非常好 日常的画风是这样的 如果再给一点吃的 马蜀会麻烦露出可怜兮兮的表情 不过马蜀的主人说 开饭时间一定要把马蜀关起来 因为马蜀会觉得那一桌子的菜都是它的 如果奶奶把碗端起来准备吃一口粥 马蜀就居然会紧鼻子冲着奶奶凶 奶奶表示这样的马蜀太丑了 不过柴史哥认为其实很好解决 只要在吃饭的时候给马蜀一块属于他的零食 就能纠正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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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